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今天舉辦了新舊局長的召接典禮 新任局長陳敬明也在典禮上提到未來的遠景跟規劃 現在我們就是聽他怎麼說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這個生態體系 特別是剛才市長所提到的一個產業鏈怎麼樣能夠形成 而且是一個很良性的產業鏈 再來就是整個還是持續能夠健全相關的法規環境 法治的環境 再來就是人才培育 人才培育剛才提到的 如何我們的文化資產的修復人才能夠成為世界領導 世界流行世界前瞻的這些人才 我們也希望有一些機制能夠在推動 讓文字修復能夠形成了一個產業的體系 產業鏈的體系 那也就是能夠在我們過去歷任的主任 還有我們相關同仁的局長還有同仁的既有的基礎之下 持續的推展下去 讓文化資產的價值能夠繼續的傳承下去 已經成立14年的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就坐落在台中市復興路上的文化資產園區內 2021年3月24號舉辦新任局長交接 新任的文資局長陳濟明 原本擔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主任 他在今天就任局長之後 也獲得文化部跟地方人士的充分支持跟肯定 新任局長陳濟明老師 也是台灣知名的文化工作者 我相信他來接任正式的局長是深慶得人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跟我們地方好好的來配合合作 展望未來我希望我們的文資局 除了在有型文化資產方面 除了能夠使得我們有型文化資產 從設計規劃到將來的價值運用方面 能夠有更好的發展之外 我希望我們在文資修復的經驗 將來能夠成為台灣成為世界文資修復的重鎮 文化部也指出文資局新任局長陳濟明 曾經擔任文件會科長 國立台灣博物館館長 國美館副館長 跟文件會處長文化部主秘 行政跟公務經驗非常的豐富 風趣幽默又充滿活力跟智慧 溝通協調跟專業能力強 一定能夠帶領文資局走向更完美更有創新的境界 記者 陳文旭 駱智雄 羅亞文 李嘉金 台中報導 明顯示他 Though 谢谢大家